那接着来啊我们再来看 那既然欧洲面临到的威胁不是只有什么 苏联了对不对 而是刚才讲这么多种的时候呢 那是不是你光集体防御恐怕就不够了 因为是被动了人家那对不对 举例来讲俄罗斯没有对你宣战 你就不能动啊对不对 那但是恐怖分子已经什么 在你欧洲到处炸了对不对 那你还不动吗对不对 而且万一恐怖分子也拥有老师敢讲的什么 当然什么生化武器啊 可能核武他不至于爆个核武在欧洲大街上到处跑 那也不至于了对不对 那但是什么他只要拥有核武 对于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来讲 他就是一个威胁啊 对不对 特别注意看啊 对于恐怖分子来讲我不需要像正常国家一样 要搞好多颗核子武器才能够好像保卫国家 他不必 他只要有一颗 他的杀伤力对其他国家来讲就是不可预估嘛 对不对 我只要有一颗就够了我不必我不必多看到没有 所以那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你作为横跨欧洲还有北大西洋的这北美的这个军事组织你是不是也面临到威胁的改变而必须转型嘛 对不对好所以转型啊转型就说我原来如果是国与国之间的局来讲那还是什么我还是被动的你不来打我我也不动但是如果是恐怖分子或其他类型刚刚讲的那些问题呢 我会动但是我也不主动冲出去而是什么我和联合国合作我虽然也不隶属联合国但是联合国如果通过某个地方是动荡地区需要我北约 因为同学注意看北约的组织配备那个老师有有进北约那个在布鲁塞尔那个总部里面因为做研究去访谈 那里面的安全真的是检查的非常的严格之外 他们对于大家所习惯用的网路这些什么手机这些百分之百的掌控 懂老师的意思吗 这就是老师讲的强子阿狗阿猫当不了什么骇客嘛 对不对我想大家都理解嘛你阿狗阿猫怎么能当骇客呢 骇客是不是比比我们一般使用者厉害太多嘛 对不对在资讯安全方面对不对 那他们的等级又更高啦对不对 好所以呢那你是不是也要有一点贡献啊 你对于全球的和平是不是要有点贡献啊 他好啊那我也愿意有贡献嘛对不对 要不然什么同学注意看他们也可能面临到会员国内部特别现在什么 全球不景气的时候用民粹对不对 使得很多国家会员国的老百姓会质疑啊 我们干嘛交那么多钱给北约啊 我们干嘛编念那么多国防预算啊 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还是要有所作为让大家觉得什么 给你这个预算是合理的 所以同学注意看那北约也转型成为什么 除了这个继续保留之外 刚才碰到的种种的问题呢 我也愿意在联合国的授权之下 来什么 除灭解决 那同学注意看为什么在联合国授权之下呢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面对到那些风险 刚才讲的宗教什么这种种的 美国和北约的其他会员国的国家利益不太一样 第一对于美国来讲 他一定要想办法保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这样子美国的影响力才能留在欧洲 因为对于美国来讲 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就是没有加进欧盟 那北约不能再没有啦 对不对 就等于说他的影响力就从欧洲连根拔起啦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保住北约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的利益 举例来讲 处理宗教 领土宗教还有主权的纷争 特别是老师刚才举例的南斯拉夫 在瓦解的过程中 怎么居然出现种族大屠杀 一个村落的男性都不见了 都被杀啦 一戏之间就被杀啦 看到没有 就被杀光啦 对不对 这是无法接受的嘛 因为这太平时期 这不是国际法承认正式宣战的哦 你正式宣战 现在这样子杀大家都觉得不可接受了嘛 对不对 那所以要查呀 那谁有实力进去查呀 对不对 你没有实力 你还没进去 你就被人家给砍啦 对不对 所以好 那北大西洋公元主说 好 我愿意在联合国授权之下 我进去协助处理 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当年南斯拉夫在出问题的时候 还没有发掘那个那个万人种的时候 是吧 美国和老实讲讲 美国和欧洲国家利益不一样 欧洲国家主张 南斯拉夫的分裂 大家就用外交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吧 不一定非杀人不可嘛 既然他们里面都不愿意 摆在一起了 因为我们知道南斯拉夫就是老实刚讲的 内部很多少数民族 那少数民族的母国又都在隔壁 而且一个比一个强 所以对南斯拉夫来讲也是很大的压力啊 我的邻居什么 他有他的同胞 因为同学注意看 当年希特勒出兵捷克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什么 德国一的捷克人在苏台德地区被你们捷克人给杀了 我来救我的同胞啊 看到没有 这个历史痛苦的历史经验对他们来讲是无法抹灭的 董老师的意思吧 所以呢欧洲国家就主张这种种族纠纷什么的 现在大家就上谈判桌来解决嘛 不要用打的了 因为一打什么 种族宗教领土这一起发作的时候什么 会失控的 因为同学注意看两次世界大战 导火线都在欧洲 那导火线里面的三大要素就是这三大要素啊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一个什么 经济不景气嘛 经济大萧条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哦 今天欧洲的情况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爆发之前很类似啊 那北约为什么愿意接受联合国的授权 因为他也不是隶属于联合国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年在解决南斯拉夫问题还没有发现万人种的时候这个过程中美国就主张用军事轰炸 对不对 那但是美国别有企图 他想把事情闹大 只要事情闹大就非要我美国什么 出来嘛 对不对 军事啊 丢炸弹我也丢得很高兴啊 对不对 那他好死不死 你丢炸弹 其实欧洲国家就已经很反对了 但是他好死不死 他把炸弹丢到大陆住南斯拉夫大使馆 看到没有 我就是白名了 我就是要把事情闹大 因为事情不闹大没多久你们就搞定了 又搞定了 那大家又要质疑你美军住宅我欧洲有什么正当性啊 就像日本人不是日本冲绳那个地方的老百姓 每隔一段时间就对美军住宅在日本的美军不满啊 对不对 你住宅在我国家的正当性是什么啊 对不对 二战已经结束了 这么久了你还住在我们国家赖的不走 那欧洲国家更是如此啦 对不对 所以美国好死不死我丢炸弹丢的好高兴 我丢到中国大使馆 把事情闹大 那欧洲国家没有要跟大陆弄得不愉快啊 我们只是要处理南斯拉夫的这个内部种族宗教领土纠葛在一起的问题嘛 我们没有要把事情到那 所以从那件事之后欧洲国家就警觉到美国的意图跟他们已经不全然一样了 那但是美国毕竟是什么就是川普讲的 我美国出资最多啊 你们现在都得多加点钱 多付点保护费 要不然我走了 其实大家注意看欧洲特别是德国 巴不得你美国赶快走 你美军赶快离开我这个地方 你的位置我马上可以填补 我就是经济军事各方面彻底的领导欧洲嘛 所以美克尔很高兴 你走吧 对不对 我就是不愿意多出钱 我如果他们欧洲国家讲的也对啊 那如果我多出钱 我自己保护自己 你美军还留在我这个地方干什么嘛 对不对 从欧洲国家的角度来讲 也是有道理啊 对不对 我自己出钱 我自己保护我自己 那你留在我们国家 你的正当性是什么啊 二战也结束了 冷战都结束了 不要说二次世界大战 连冷战都结束了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那个时候就是 美军借着什么啊 处理南斯拉夫问题去轰炸南斯拉夫 结果轰炸你 你哪里不轰炸 你轰炸到大陆的大使馆 结果什么啊 事情闹大了 对不对 欧洲国家的领导 英国 德国 德国 法国 这些国家领导人 赶快跑到北京去 跟北京解释 因为他们不希望事情闹大嘛 因为闹大不符合欧洲国家的利益啊 看到没有 所以什么 在这个情况之下什么 欧洲国家警觉到 那我们北约的武力 不能随便动不动就哪 不是你美国说了算啊 你美国说冲出去要轰炸哪国 就轰炸哪国 那这样子我们没办法制约你了啊 没完没了了 对不对 那我们欧洲国家 被你美国牵的鼻子走 你到处给我们树敌啊 对不对 所以最后大家妥协的结果就是什么 以后要再出 什么 军事武力出击的话呢 一定是接受联合国的委托 举例来讲在全世界什么 维持和平的话 那他有正当性 对内对外他都有正当性嘛 我是联合国授权的嘛 因为联合国要授权一个国家 在世界哪个地方维持和平 也是安理会表决 或者是大会一层一层的过关嘛 才能够行动啊 所以他再怎么样就有国际法上的合法性了嘛 对不对 然后也可以制约你美国嘛 对不对 因为最起码英国和法国都在安理会里面嘛 对不对可以动用否决票封杀你美国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就是他们内部自己好像什么 利益不一样了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也因为他们利益不一样 同学注意到 乌克兰危机 其实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什么 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也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乌克兰危机其实就是什么 北约就是老师刚刚讲的 你不断东扩 你把你的会员国一直什么 你把你的势力范围一直什么 推到俄罗斯的边 他的家门口 这还不说 你刚才老师刚讲的是不是三个小国 那你现在乌克兰你又要来了 对不对 乌克兰接下来就是白俄罗斯 那整个他欧俄这个地方的边界 他一出门变成就是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了 你已经杀到我的家门口了 而且你把我的家门口全部堵住了 看到没有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普丁什么 不再忍了 因为你把我家门口堵住了以后 你也没有要和我改善关系 对不对 你如果同时和我改善关系 是我的朋友的话 那可以透过别的方式来安排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要我帮你的朋友 然后你又把我家门口都堵住了 那这是无法接受的 对不对 所以趁你还没有堵住乌克兰的时候 什么 普丁先下手为强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好 那我们今天大概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 也随着这个外在的情势 做调整 还有内部美国和他们的什么情况 国家利益不一样 也做了调整 就是说大家的妥协就是什么 以后联合国授权给我们 我们才采取军事手段 在全世界维持和平 那老师再举另外一个 大家也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为什么现在韩国这个地方 为了萨德飞弹 闹得那么大 就是有相当 特别俄罗斯也质疑 你这个萨德飞弹是对的我的 因为萨德飞弹 你部署在韩国 但是他的射程 你说是为了对付北韩 但是你的射程已经飞过北韩 已经可以打到我的 我俄罗斯了 你根本打不到北韩啊 因为是飞过去嘛 对不对 所以你怎么说是保护 因为北韩胡搞瞎搞 对不对 那同学也注意哦 如果北韩金正恩 发射一颗飞弹 打夏威夷的话 美国也可以要求北约 这其他27个国家 联手起来对付韩国 这就是什么 集体防御啊 打一国等同打全部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不要小看欧洲的事情 只有欧洲 其实亚洲也在联动的 那北约 大家也不要以为他只在欧洲 他也可以 举例来讲 美国和韩国签订双边协定嘛 所以他说要部署萨德飞弹 保护南韩嘛 对不对 那但是他也可以经由这个双边协定呢 把南韩什么 和北约合作哦 同样美日安保一样 日本也可以经由美国和北约合作哦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千万不要以为什么啊 北约只在欧洲 他每天什么啊 其实已经在亚洲的角落等待了 看到没有 就是美国经由美日美韩安保 也可以随时把他的力量引进来 所以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所以这个联合国大家的共识 就是说要联合国授权 对于欧洲国家来讲就是什么 我不会被你给拖下水啊 你全世界到处乱冲 那我没有要到处乱冲啊 看到没有 我还是以欧洲安全为主嘛 但是你美国你认为你是全世界强国 但是什么 你又那你自己去冲啊 你又拉着我们当垫背 对不对 所以川普线上来说要北约增加军费 那老实敢讲呢 梅克尔提出来这个问题 你也要回答啊 对不对 你叫我们增加军费 能够保护我们自己啊 因为我们欧洲国家不是什么非洲国家 欧洲每个国家的军事其实也很强啊 对不对 军事经济各方面人家都在 他们都是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呀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增加军费 我们绝对有实力防御我们自己啊 对不对 那你留在这边干什么 对不对 这是很合理的一个问题啊 董老师的意思吧 所以欧洲国家不像南韩 日本川普一提说 你们搭便车 所以你们现在要增加国防预算 都吓得 吓得马上点头说 加加加 就是这个背景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本身也转型 但是还是以安全为主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那郁城麻烦你来写一下这个 期末题目 有不清楚的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